與女顧客親親男房仲下場超慘的 QQ絕對是男女 或男男感情加溫的大力氣 年月四十歲的房仲帶一名年輕女子看房時 兩人也QQ長達十秒 她以為是一場艷遇 甚至是一場噁夢 因為一個月後女子警告房仲強制猥褻 說是因為房仲不讓她下車她 才勉為其男的Q了一下 房仲獲得不起訴後 女子不一壓先是假扮網友 威脅勒索一百萬 之後更是衝到林南家 拿水果刀亂砍她的脖子四肢 嚇得房仲趕緊報警 女子也被台北地檢署起訴 懂新聞免錢的罪 報導